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先把Toridex公司的一些技术和商业的一些特点简要列出几点 一是首先它是Toridex全球领先的ARM计算机模块提供商 这个无论是在ARM的模块化产品的种类以及模块化产品的全球销量来说 目前Toridex在这个领域都是全球领先的 Toridex公司分布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分布情况 总部位于瑞士 然后在美国 中国 日本 巴西 印度 越南等都有当地的办事处 负责各地的销售技术支持 Toridex所有产品都面对的是工业领域 并且在各个工业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包含一期一边表 工业自动化 汽车通信 安全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业领域 Toridex所有的包含从模块的硬件到模块的BSP软件开发 都是由Toridex在瑞士总部的工程师自己完成 在技术知识层面 Toridex提供由各地本地的办事处 如中国的上海 以及通过Toride的客户支持系统 可以直接由来自瑞士的研发工程师 直接提供相关的软硬件支持 Toridex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是针对于工业领域的应用 因此保证了一个至少十年的产品生命周期 我想这个对工业领域的产品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在供货方面 Toridex在全球当然主要集中在欧洲 有多个代工厂负责生产核心版 以及相应的配套载版 以保证客户的供货稳定 在商业模式上面 Toridex有特别非常独特的直销模式 同时价格透明 所有的价格都可以在Toridex的官方网站上面获得 另外就是每个当地的分公司都有都提供了本地的仓库 所以可以更快的给本地客户供货 Toridex产品系列主要分为两大系列 一个系列是现在页面显示的 Colibrate系列 它的尺寸就是搜定笔记本内存大小尺寸的一个计算机模块 系列里面SoC目前包含来自于Ngip的MX6单核双核 MX7单核双核 Webrate以及来自于英伟达的Tegra2和Tegra3 整个系列的计算机模块都保证了管角兼容 另外这个系列的计算机模块支持一些典型的工业接口 可以看到列出的这些 另外在操系统上面 它官方是支持Linux以及WinCE WinCE是包含WinCE的授权标签 这个系列随着Tardex第一款产品上市 已经在全球畅销十年 但是近些年由于更多高速接口的涌现 Tardex定义了一个新的计算机模块标准 也就是Apalis这个系列 它的外形尺寸是MXM3.0的一个标准 目前我们提供的一个SOC的类型 也是恩质浦的双核和四核 来自于英伟达的Tegra2、Tegra3 以及最新的性能非常强劲的K1 Apalis这个系列主要针对的是更高性能的 一个ARM计算平台的要求 除了支持Colibrate所支持的一些典型的工业接口 另外还支持一些更多的高速接口 如PCIE、千兆以太网、SATA、USB3.0等 另外也可以支持更多的一些多媒体功能 包括多种的显示 如HDMI 以及更高速的串行摄像头接口 如CSI 为什么要使用计算机模块 更细节是使用Toradeth计算机模块呢 首先大家在工业领域产品的选择 可能从芯片领域研发 到使用模块化的产品 或者使用一个单版的这样 面临这样多种的选择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一个计算机ARM的计算机模块 它包含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从硬件层面 可以由左边这张图可以看见 首先包含就是核心的Processor处理器 就是SoC 无论是来自于恩质普的MX6、MX7 或者英伟达的TypeR、TypeR3 都是这个核心的处理器 配合它的还有相应的运行的RAM 板载的内存Flash 以及PMIC电源管理 还有一些接口相关的需要的芯片 提供一些多媒体 以及基本的工业 以及高速接口 从软件层面 就包含了一个操作系统 无论是Linux、WinCE 或者是像Android、QS等等 其他操作系统 以及在操作系统上面运行的BSP 和开发应用的相关的一些库 那么使用计算机模块 在工业产品里面的一个优势 可以看到由右面这几点 第一个就是很明显的 有核心的硬件开发部分 已经集成在了核心板的 计算RAM的核心板上面 这样就可以加速 整个产品的一个开发 产品开发上市时间 使客户只需要专注于 在应用这个层面去开发 去发挥客户最大的一个强项和优势 以及它最大的附加值所在点 另外采用计算机 RAM的这样的一个磨坏 磨坏的方案 也可以使消除这样在开发中 可能所遇到的一些风险 因为整个这个核心板 已经发布 就会由Torodex在全球几千家客户 去进行使用 和在不同的工业领域 去进行使用和进行反馈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去使模块的软硬件 进入到一个稳定状态 这样就使得客户的后续 真正批量 以及真正产品上市 在硬件 以及系统这个层面的风险 降低到最低 第三点就是优化产品的开发成本 这个可能是 就是说我们可以考虑 我们一个计算机模块 在全球的话 大概有几十家上百家客户 都去使用这同一个 或者是说虽然SOC不同 但是它上面的相关的RAM Flash 这些硬件是相同的 这样对于Torrex来说 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采购量 相对比单一客户 从芯片去研发 芯片板级研发 相对的采购量就会更大 甚至是更大一个数量级 使得使用Torrex模块化的 产品方案的客户 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成本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Torrex公司的产品定价 很多客户的反馈是说 比自己开发成本基本差不多 或者甚至是更低 另外由于模块化的架构 使得模块化可以保证一个系列产品兼容 这样就可以使客户的产品能最快的速度 获得现在最新的一个ARM的技术 举个例子 在Apalis系列 我们现有的A9的核 有MX6和Tegra的 MX6和Tegra2 Tegra3 那英伟达Tegra的最新的K1发布之后 在同一块地板上就可以无缝的切换到Tegra K1 这个A15以及更强大的一个GPU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最后一点就是可以客户方便解化 客户整个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管理 这个也是我们从很多工业客户反馈 得到的很多客户的一个痛点所在 尤其像RAM Fresh这样的器件 在近些年的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 而采用了核心版的这样解决方案 这部分的生命周期管理就由模块供应商 也就是Torrex这边来负责 而客户只需负责彩版相应的一些 并不是更新换代那么快 或者是其重要性并不是那么高的一些数量 相应的少非常多的一些相应的器件 最后在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 Torrex与Qt的一个合作关系 Torrex作为在工业领域领先的一个RAM模块 提供商可以为在工业领域客户 同时选择Qt作为其应用 应用开发这样的平台 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RAM模块化的平台方案 另外众所周知 Qt是一个跨平台跨操作系统的这样的一个 GUI解决方案 而Torrex的模块 目前绝大多数发布的产品都是支持 官方支持Linux和Winzee这两种操作系统 我们也提供了针对这样的操作系统 去快速部署Qt的一些方案 尤其是在Linux下 针对Ngip的MX系列平台 后面来自Qt专家也会介绍到 在Qt商业版本里面 有一个Boot to Qt的这样的一个模块 而来自Torrex MS6 也就是Ngip MS6 MS7 这样产品已经集成到了QtBoot to Qt这个模块里面去 可以非常简单的就可以在Torrex产品上面去部署运行Qt应用 另外就是在硬件层面 由于Torrex在不同的同一Colibrate 或者Apple X产品系列的系列兼容的特性 使得客户采用Torrex模块化的产品之后 就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无缝升级和迁移 而无需去对Qt应用做非常大的改变 最后就是在技术知识层面 Torrex也可以对Qt客户在Qt的设计硬件 或者Qt部署 或者是对一些硬件接口在Qt的应用里面使用层面 提供这样的支持 当然在对于Qt应用本身开发的支持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的Qt的David 非常感谢刚才那个文用的合作伙伴Torrex的 勤寒的一个非常精神的讲解 对于Torrex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技能改划和产品的情况 以及技术知识情况的一个介绍 相信大家对于Torrex的应用有一定的了解 相信Torrex的作为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公司 在中国市场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在工业行业 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特别他们提供的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就是硬件的群台 包括应该对于我们就是枪制行业的公司来讲 能够更加提高我们的就是减减我们的硬件成本的一个 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吧 为我们这个枪制公司提供的更快的一个应该的一个平台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是这个我们Qt和Torrex 我们这个两个合作好伴 那我们Qt公司的和Torrex的合作呢 也是逐步的就是逐渐的成熟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也是有个Qt在枪制行业的一个广泛的应用 包括Qt公司的产品的一个介绍 还有些那个我们今天一些那个在枪制行业的一些案例展示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会介绍 着重介绍一下我们做的Qt的工艺集 当然下面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那个用Qt 怎么和我们Torrex的版卡结合的一个Demo 那个一个操作流程 大家就说是简单 就是说从那个直观上看到我们那个 Qt和Torrex的一个紧密的结合 最后一部分是我们就像简单介绍一下 那个QtLessence的一个有关方面的一个 就是说从技术层次考虑的一个 一件知识的介绍吧 可能大家对这一块关注的比较少 那我们今天也是从技术方面 然后那个简单一次做一下介绍 让大家了解一下Qt的Lessence 那今天开始我们的主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 TheQt Company呢 它的就是说对于我们就签锁行业的公司的一个价值的所在 那应该知道我们公司目前是一个独立的上升公司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部门 大概有超过150多个研发工程师在欧洲 就说来就是维护和那个开发 不断开发我们的Qt的新的版本 那个目前的版本的Qt是5.7 那到明年的1月份应该是会发布Qt5.8 可是Qt的研发工程师呢 他们会结合我们最新的知识 包括我们现在就是特别有限的比如一些3D 或者一些那个虚拟化的这些的知识 来不断的为那个枪式行业提供更加广泛和快速 以及更高性能的一些那个代码 第二个方面就是提供更有特色的一些那个UI和UX设计的一个工具 包括开发和部署 以及调试 一直积极那个像通过拖带的方式 像我们Qt的Qt的这些工具的不断的成熟和那个不断的升级吧 第三部分就是说是Qt和我们一些原厂的合作 另外一个紧密合作包括我们像一些N字谱 或者是其他一些Intel 或者是维达这些SoC的厂商合作 包括一些地图提供商像OEM 比如说今天我们和我们国内的Towdex这个紧密的合作 那也是说通过硬件和软件这两方面 就是说是给用户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就是说是大量节点我们开发枪式产品的一个时间和金钱成本 这也是我们Qt公司和我现在也是Towdex的公司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愿景吧 就是希望就是说通过我们软件的用键的双方面的结合 然后给我们创作公司提供更好的一个产品 第二部分就是Qt的对我们代码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Qt公司是为提供全部的Source Code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对这所有的电码一个管理和升级 以及我们不断的随后我们的电码的其中一些一些Bug 所以说大家可能这样我们出力版本应该是在不断的就是说发布 在不发布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一个升级和那个修改Bug的一个过程 当然不是没有在市场上没有所有的电码都是完美的 但是Qt包括单位所以说是Qt也值得预需俱进嘛 一方面就是加强我们的功能 另一方面就是说是我们产品更加成熟更加稳定 那第三部分就是说是Qt的版权 相信这一块呢 我相信大家会已经了解 大家可能在直观的认识就是知道Qt有那个商业版和开源版这两个版本 所以说这一部分我们会在最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中间会做一个一个详细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相信大家会对这个版权结果会有更大的了解 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就是说是电影的 会有我们工程师和一些销售员 在我们开发我们的产品和销售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对我们使用我们的Qt的两个不同的lesson的讯法下 会有一个有个针对性的认识和一个那个正确的选择吧 Qt的枪制行业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 因为我相信大家今天来到在座的各位 今天都是用英国Qt的开发 所以说即将就是用Qt的开发我们的枪制设计 首先还是在公司做一下简单的变数 因为大家知道Qt公司经过了一个最早的TiTech 还有Nordia DG一直到今天的Qt Company 我们这个Qt Company是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作为从DG全资独立出来的一个商业公司了 那Qt已经20年的一个20年的历史了 所以说在Qt产品程序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不用质疑的 只是说在那公司的各个它的商务角色的一些变化呢 其实也是在慢慢的就是说是使Qt更加就是把精力放在我们产品开发这块儿 而不是在于像Nordia实际上和一些那个云点平台商榜令 这样的话会使Qt就是它的进步比较缓慢 所以说现在今天的Qt是做一个独自的公司 独自上市公司去展示在我们面前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是刚才提到Qt和我们的一些那个 SOC的一些那个原厂的合作 那首先就是Qt也希望我们站在各个行业的一个地的最对上游 然后和我们的原厂合作更加就是说是通过原厂这个方面的角度来考虑到 这个我们用后的需求然后来改进和那个升级我们Qt的编码 那第三部分就是Qt因为我们叫Qt它不仅是一个跨品纯的QA的开发的一个解决方法 另外一方面它也是说是在对我们没有见面的情况的一些那个设备 像我们抢这边可能说是有些有的产品可能我就是没有没有交汇电面了 那我是否也可以不用可以就是说能源Qt吗 但是是无用之一的因为Qt它提供了大量的纤约的类库 这是对我们中间店来支持我们这些用户的不同层次的一个需求 第四部分就是Qt的一个工具级了 那当然包括Qt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用户在我们Qt的quater里面 或者Qt配个批评论里面来设计来动线设计我们的UI 当然这个工具也是以后会不断的升级进步 虽然现在用的用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问题 相信以后它的发展会逐步的去满足我们现在这个交互体验的这种设计理念 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然后Qt在硬件方面的选择 其实Qt一定是怕平台的 所以说是像今年我们找我们的好多伙伴Cyotex 以及其他的一些那个我们可能我们新的公司 我们自己做的用非资料类的板子 或者其他的新链做的设计商品 Qt都可以match的 所以说是但是在这过程中 我们可能要对我们的成本从我们成本考虑来讲 可能会选择更加成熟的硬件平台来使用我们的Qt 所以说Qt它是应用于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硬件产品 另外Qt因为它是有那个参业精神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假如您用Qt 我们是求您全部得Source Code 所以说这对我们支持产品的广阔方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不像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开发工具 所以说它会向用户做一些封闭啊 真正导致您的功能 就是说没有完全的百分之百的 就是展现出您这个工具的性能 会它会掩盖一些 只用一些bug 但Qt就是说是现在就是完全把电板报了给您 您可以进行修改 或者进行一个自己的进制 这也是Qt的一个开源的精神所在 另外第二部分就是说Qt公司呢 它不仅在中国还是在欧洲 或者在亚洲 或者是美洲 我们都提供我们的售后团队和那个研发团队 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尽快的就是解决 就是说我们用了解和解决我们用后的一个问题所在 尽快的反馈给这个研发 能够是Qt呢也就会更加的一个成熟 它稳定 这是Qt一个就是基本层面的一个介绍吧 那Qt在我们国内啊 那我们的合作伙伴呢 其实包括三桶油啊 中国市油 那就是国家电网 韩伯 包括我们的中国科学院 包括一些那个工业方面下 海尔 ABD 以及这个 银行方面的 其实我们都有 都有合作关系 Qt在中国的实想工业军工航天医疗 汽池方面等等方面 这些传统行业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行业 其实都有合作 所以说Qt的这个发展空间是应该是越来越大 因为我觉得这些工业或者江州行业 那个以后的前景是应该是一个一个更大的一个趋势吧 在顾问我们所有的产品吧 像下面这些产品 比如说 你只能像那个一些那个 嗯 地图工作者 他们可能和一些对一些采集系统啊 或者是一些 网络风景影响医疗的检测系统 一些移动的终端 或者一些那个抛制机 或者我们家里用的咖啡机 或者一些手机应用 当然这些还很多 我很多我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出 但现在包括这些别流行的一些那个穿电设备 包括一些那个 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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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多媒体 或者是智能家居 这些可能都会用到Qt 但这些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是没有界面的 但有一些是有界面的 所以说Qt就是说是他可以完全可以 啊 hold得住的这些产品的啊 开发的 嗯 这也是基于Qt 他会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那个功能吧 但这是下面展示一个是一个医疗的一个啊 对人籍的是一个人籍的一个嗯 经历分析的一个呃 专门的应用 那这些汽车的一个呃 这些汽车的一个呃 的一个对控制系统的一个应用 这是一个汽车意表的一个应用 所以说Qt在目前的流行中其实有很大的市场前景呢 那下面这个有意思呢 这个是我们Towerdex的一个用Qt开发的一个呃 最平衡的一个机器人 大家看到这个机器人非常就是可爱吧 他就是说用起来会自己找到自己的平衡 但他的平台就是说是Towerdex Towerdex的一个M7的一个一个平台 而用Qt5.6的开发的呃 嗯 相信以后在我们会在在现场的呃 做三分的过程中会 我们会有可能会拿到这个小的机器人 给大家做一个真正的展示 那今天呢 我们只能通过一个进线的图片 大家看到我们Towerdex在工业方面 在一些那个一些那个真正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但第二个产品就是一个工业平板电脑的一个应用 相信大家在工业里面 可能工业的环境有一些比较恶劣 可能使我们需要一个远程控制什么的 那我们可能需要一台工业平板电脑 那我们会把我们的Qt应用 跑到我们的平板电脑上 那所以说 就是说基于我们Towerdex提供的这个呃 那我们就能尽快的开发出我们的一个产品 当然这个Qt的一个呃 人家开发技术 这样的话是我们那个呃 就是开发的周期会更软 开发的产品更加易用 这是一个呃 Qt和那个在昌日行业的一个一些的应用嘛 但今天接下来的是一些就点名的应用 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产品 相信大家在Towerdex或者是Qt官方网站 或者是可以相关的一些论坛 或者是一些其他其他的公司的一些那个 那个网站长都会看到Qt的身影 那下面就是介绍Qt和那个呃 我们昌日平台 昌日板卡是怎么结合呢 Qt提供什么工具 那为什么要 我要今天介绍这个这个 Qt的这个工具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昌日 厂业 全程的开发模式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那硬件来说呢 首先我们会可能会采集一些 或者想一致调到一个soc 就是mi6 或者mi7 这些芯片 然后会去找应用工具师 去定义我们的需求 比如定义这些网口啊 或者是admi 或者yatb口啊 然后去 就是类似自己的一些板 然后去做测试 然后如果板子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能会 啊 用Qt或者是说 会编译我们的 需要我们的 把这个板子跑起来 那你需要什么呢 那你需要什么呢 那比如说正常link的系统 可能需要一个proloader 然后把零件操作系统 然后最终是我们的 这个叫做一个 那个 入袋白子的空间系统 来支撑我们的上层应用 那在这过程中呢 首先硬件就能讲 那我们这个 请硬件工具师去采购芯片 然后去测试性件 去 然后去layout 然后去做放板子 然后再继续的生产 去量产 那这个过程我相信 没有小半年是下不来的 所以说是 如果采用我们开电子这个平台 那我们会 我们半年时间可能 会接程到几个几周时间 或者是 嗯 入短的时间 所以说这就是一年程度 一个选择 那第二部分 像我们 在我们软件这一块呢 那我们如果有 变异不多的 或者是link 或者是 那这个过程我相信也是一个 啊 定制的过程我相信也是一个 比较痛苦的过程 因为可能说 我们做完美的不典容啊 或者是说 嗯 在变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什么的 因为我们知道 对枪式海岸 它的其实功料是比较繁琐的 嗯 每一个平台 它的所需要的一些那个 嗯 一些功能 还是都不太一样 这样导致说 我们 人员工程 那实际功能师呢 在做这个系统功能 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在里面 嗯 那所以说呢 那推理 基于这个程序的考虑 那就是说 推理和我们像 刚才提到我们的 OEM商合作 像今天 Taritex 还有其他一些 或者是 嗯 像一些那个 还有一些比如说 设计态 或者是一些 英特尔或者这些厂商合作 然后我们推出的 Device creation 那这工具就是说是 通过 很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是我们这个 所有的 包括我们的 软件系统 系统 系统 系统平台 和我们的QD Lab 还有一些信用 都通过一键部署的方式 来 部署的我们这个 目标板子上 插上键就可以跑起来 这样的话 大家想想 只剩几分钟的时间的事情 相对于刚才我们说的 一个传统的过程 是不是也简单的多了 那Device creation 他是怎么用的呢 嗯 那我们也是从那个 嗯 他的一个价值 就说 他的刚才应用 刚才我提到 可能大家也觉得 他这个价值 可能是说 目的就是 接受我们的成本 嗯 更加那个 符合我们这个 我们现代化 用户的体验 嗯 缩短我们这个 产品的上市时间 当然说是 那我们是我们的 我们这个 嗯 嗯 不许说我们要这么说 因为我们也跟 在上游和我们那个 SOC厂商 好 AM厂商有紧密的合同关系 现在的话 我们才有这个保证 也保证我们这个 这个PoG 是我们这个 嗯 好我们的硬件 直接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经过大量测试 在提供的这些平台工具 那其实说 如果你要用到 DW開始的话 那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嗯 那首先就是说 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个 嗯 出去的官网 下载到我们的 QDW開始的一个 产品 然后呢 就是说是 在其中产品之后 会安装产品之后 会选择 你要选择你的印铁平台 然后 生成我们那个 印铁平台的一个 英语 那英语里面 包括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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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包括我们的 QD的 一系统我学的 包括您自己的 都会在里面 嗯 这样是那个 这个英语 然后会 嗯 把这个英语 烧入在我们的 ID卡中 还得烧入在 那我们放在板子中 那插电 就反应的 就运动软件 这个人就准备就续了 那然后就 我们用法去专注 把我们的 经理专注 我们那个应用 应用软件的开发 那通过我们 QDQ的这个 IBA工具 以及QDQ 这个设计工具 来编写我们的 编写完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 和我们的 硬件平台 像通过 网络 或者是通过 USB 线进行一个 连结 那我们通过 在QDQ中 通过 一键部署的方式 一键运行的方式 那我们直接把我们 编写的软件 直接跑到我们的 设备上面去 这样大家感觉 是不是应该是 呃 大家可以想象 这么一个 就是您 如果您编写一行 代码之后 您可能觉得 我这个代码 它的实现结果 是什么样子 对吧 那我们 它的应用平台上 可能是什么样子 它的性能 会是什么样子 那怎么可能 看到 就是更加直观的 快速的看完呢 那您通过这个 这个 第二个性的东西呢 那一键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随后 我们也会做一个 一个展示的 那第二个性 它的它的它的 这个开发套件 它最终 生存的东西 都哪些呢 刚才我提到原理 一个细节的镜像 那这个镜像 其实就包括 我们不得罗的 包括能力的 在里面 那这个镜像 一般放在ID卡 东西 当然您可以 把这个镜像 烧到你的nanda nanda flash中 我查点结晶 直接启动 那第二部分 就是它会生成一个 编辑供应链 那编辑供应链 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在编 我们应用程的时候 那我们 如果假如说 您要手动编辑 那当然可以只能 选择这个 手动去选择这个 叫它编辑供应链 那如果您用Quita 编辑的话 那可以直接就是说 通过Quita 提供的 第二个性 不同PUG的这个 这个工具去直接 识别到您的编辑供应链 去编辑程序 那第三部分 就是一个 Rutafs Rutafs里面 可能是一些 一些 系统库 或者是KT Library 以及您的应用程序 所包含在里面 那这就是一个枪式平台的 它的软件的一个部分 那通过把这个部分 放在我们的设备板子上 基本上我们这个产品 就成行了 那所有就是您的测试 和批量生产 以及上市 那这个过程 基本就是枪式开发的一个 简单的过程 那通过GT Library 去更快 整个实现 产品 大家可以可以的 我相信大家就比较了解了 那我这里就不再多说 嗯 相信它的里面 计程工具 大家 应该是使用过程中 都会发现 那今天 我主要检测了两个点 这就是说 嗯 在QT Library 您怎么通过它里面 一些内涵的一些工具 去提升您的应用程序的性能 以及去发现您的应用程序的问题 以及去怎么去 嗯 这个定位这些 这些这些问题所在呢 那第一个工具就是说 如果您是用QBQ 做主开发的 也就是PMO的一个 应用程序的话 那我们通过 我们PMO Profiler 这个工具 区域 嗯 直观的 通过一个实验桌的方法 它所 它在运行派来说 已经配合运行派来说 我们 像我们这个 像我们这个 下面这个是 QMO Profiler 一个简单的正面工具吧 它已经通过一个 时间队的方式 从一个程序的启动 到一个程序的结束 对吧 所以在这 这个测试时间中 它会 复得到 这个我们的内存 像我们这个 动画的一些均率 以及 我们代码的 Compatting 这时间 包括 Compatting 它的创建的时间 各个 各个性能参数 会通过一个 推行 推行化的方式 展示在你面前 嗯 看到我们这个 各个 各个这个程序 在的运行过程 运行过程中 它的所要的 有耗时 特别是在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可能一般 开发推动的一般 是在桌面上先模拟 大家知道 如果是在桌面模拟的话 可能去 与您目标 目标版的 其实是 完全是两个概念 有的 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动画在桌面上 其实跑得很 很 很流畅 很没有问题 但是说 一旦就是放在那个 设备东西 可能和我们应该的 应该的一个 性能性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的CPU 或者GPU 或者内存 各种 硬性条件的限制之后 那它的性能 还会大大折扣 这样会导致 回到工程师抱怨 就是说 为什么我在模拟 我在开发 测试过程中 是没有问题呢 一旦我的筒子 跑在我的板子上 那就变得到处 到处卡 所以说 学的工程师都是 很盲盲 很牛头 很牛头绪 这些问题怎么办 就是说 我不能一场代码去 把一个模块圈去砍掉 然后一块块去测试 这样会导致 我们这个码变得很困难 而且开发的变得很乱 那如果通过开发 工作的话 那我们可以 就是说是 呃 一行一行代码 我们一位一个文件 我们去分析 是吧 然后去 看到它的 每个文件 等货席 掉了次数什么的 然后我们通过 简单的点击 就可以直接定位到 我们这个代码的 每一行代码去 这样的话 更精确的定位 和找到 产生这些 卡顿的问题 对吧 这样会对我们 全世界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很快的节省到 我们这个开发人员的 一个时间的 而且会 是我们的电门 这个逻辑架构 逻辑架构 逻辑架构这一块 我觉得也会慢慢 变得更加清晰 而不是说是 遇到问题的时候 没有一个好的工具 是吧 只是靠人工的眼睛去发现 去不断的去打印 去测试 这种产品方式来讲 对于现在开发来的 特别现在对于 一个产品的成本 这个像是 这么严格的 是严格的一个实量 所在为讲 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所以说好的工具 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KML profile 也就是 是我们就说 在开发推荐的程度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性能分析工具 但如果你要用 KML profile的话 那可以就是说是 使用我们那个 它就在集中在KML 里面 以后我会 会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是怎么启动 那第二部分 就是一个 KML profile的一个工具 那它的这个工具 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可能我们知道 大家经常会多远 KML 枪式程序 他在我们版的一些公司 有时候发现 怎么启动 有时候这么慢呢 然后它的 嗯 嗯 然后它 嗯 但是行之慢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办 就是说 嗯 其实我们KT呢 它使用这个compiler的工具 其实就是加速 我们 就在启动一个时间了 因为KT 它是这样 其实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说 就把KML JS里面做了一个 编译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知道KML 它的运营 其实经过两个 一个就是说是一个 对这些KML里面的一个 适用基点 进行一个统计和一个编译 啊 第二部分就是去把创建成一个 QD 或者这个 我们这个时间家的一个 节点去运行 那所以说是 如果把前右边这个功能做出来之后呢 那就如果在 有运行太久 没有必要去 进行这个一边的功能 一定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话 会大大加上 我们这个右边的一个 一个时间 就提高我们的一个 嗯 其中的时间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我们这个扣表 来来简单的看一下我们这个 QQQ 这个团牌了它的功能 我这里想起来两个 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是 商业版的出去的一个 对比 因为QQQ 它仅在商业版中提供 可以说是说 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的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这样 对PML的一个 一边的一个 过程 那这样的话 会 如果您的工程 特别扩大 还是PML文件 特别多的情况 我相信QQQ 会大大帮助 您提升您的 就是说 您提升您的 您提升您的时间 据我们官方的测试 那我们这方面 可能会提升到 百分之二到二十到三十的 一个时间 其实它的应用 如果用这个功能 其实非常简单 只是在你那个 QQQQ文件里面 加入一行 就是Ctrl 加等于QQQ的Compiler 这一行就可以了 那它就会参与我们的 对应过程中 三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话 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 看看它到底像不像我说的一样 就算是金融 提供我们的 嗯 提供的提供时间 这个因为我相信大家 我相信这个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客户 说的客户 因为我们商业版客户 使用了这个 QQCompiler 那可能是 但它确实是 就确实是有作用的 那下面我们就说 用我们第二个creation 结合我们 context 一个 啊 一个板子吧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嗯 一个小的三毛 就是说看到我们第二个creation 然后怎么去获取第二个creation 产品 然后怎么去呃 呃 选择我们的平台 然后怎么去启动 怎么去烧录 然后怎么去再建了一个链桥 那这么一个demo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网络的方式做一个demo 所以说是没有一个直观的直观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方式去看到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个作用过程 那我就是做了一些截图 嗯 当然说那 不说全部精彩了 那当然我们还有更加的去 什么去通过creation里面去 嗯 跑那程序 那第一步呢 就是说是如何获取我们第二个creation产品 但是如果你是商业或商业化商业版的用户的话 那首先进入我们那个账户里面 会看到我们这个这个 会有第二个 这个产品 那我们直接下来到 可能会分为我们零的空前 那我们这是一个在线安装的一个工具 那您下来之后直接运行 支撑这个程序之后 它会在线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就会在您的目录下 会有一个您的一个 比如说talkdex 一个applice的一个目录 那这个目录下面会 嗯 在安装过程中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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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就是安装过程中选择您的品牌 那我们看到 我们在talkdex applice2216下面 会看到5.7版本 包括我们 每一个 每一个版本 包括5.6 5.7 每一个相对的一个平台投入的一个版本出来 但其实这个硬件还是不但会增加 那这是一个选择平台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当中装完之后呢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目录结构是首先是有一个像我们这个啊 啊 法律 Dalix M6的下面 它的通过我们看的目录有一个应用级 哎 一个touching的这两个目录 那应用级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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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刚才我说的一样 这个里面呢 通过我们的国附罗者,看到,对它改,这些,那拖策里面呢,会有一项,在这里面可以找到我们这些拖策,那这就是它一个目录节目,那怎么会,那,那,然后这个成绩,这个接触体验产品安装完之后呢,那我们在QDP里面,或者是通过命令行,我们怎么把这个命令行销入到我们的ID卡中去呢,那在QDP里面, 现在通过我们这个,这个QDP里面去,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我们的QDP里面,我们看到通过一个Tool里面有一个Flashboard的QDP device,当我们解决这之后呢,我们能看到我们有两个平台,对吧,这个QDP,然后ToyTex的一个Palace的一个M6的一个配色,因为我这里面装两个,两个产品,一个是 所以说它会有一个选择,当我们点击下一步之后呢,我们就会销落着,往我们的这个镜像销落在ID卡中去 那如果通过命令行是怎么办呢,通过拼命令行是怎么办呢,通过拼命令行是怎么办呢,就是说是把我们的ID卡卡在我们这个后处的机上去,在一般桌上去,然后通过滴滴的命令去销落我们的这个镜像,那具体的,具体的操作过程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下面这个链接,就是我们是Dock的QDP的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专门是对ToyTex的一个,就是Appleys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怎么能处理的可行,去创建ID卡镜像的一个链接,在可以如果,如果用了我们ToyTex的链接的话,可以参考这个链接去使用这个链接,去使用这个链接的链接,那下面展示一个硬件呢,就是我们ToyTex的链接的链接的链接,因为我们知道ToyTex它的产品是由两个模块,是同一个是合心版的, 一个是D板,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那我说的这个版本也是这样,就是一个一个合心版,一个D板,那方块,首先我们通过看到有我们的电源,有电源输出,然后有网络,有串口,还有鼠标,键盘,就是这个ToyTex用的硬件硬件的一个,一个模块,那然后我们通过串口的话,可以监控了,进入了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下面令中绪,那只能我们操线的应该是Links的,然后呢,我们在Quita里面,那我们去展现Quita里面,其能去启动于程序,那大家看到我在虚拟机中,虚拟机中里面是有一个,已经启动了我的,已经启动了我的BudQT的一个Quita,我们把Quita关掉,请问我的文, 其能我的Quita,这个Quita的Quita,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比如BudQt下面,它会有,一些的一个vampal在里面,那我如果,我怎么用我的,用我的AD卡这个版呢,现在已经完全联解,联解好了,那首先我要添加一个BudQt的一个设计,那当我点这个tool的话,好多顺度的时候,然后看到slash,然后会天天按照一个设计,我们看到我们 在这里面有三种,一个是BudQt的Device,一个是GenerableLinksDevice,就是我们通用的一个Links的产品,那还有PnsDevice,这是三种不同的设计,然后双击这个不同的PudQt的Device,现在是,我要增加一个tool的一个产品,那我现在是通过一个网络的一个方式,去和我这个版的连接,我的版的IPG,看来,现在我的窗口里面是, 那我 Agora就是,冲取来的是,我用一个9.6215,那我在这里面 我给你接,然后 然后我可以看看呢,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医院缺习到这个板得一个信息,那代表他这个通信就ok了 然后我又把这个设备确定下来 那这样的话 当我点击一个demo的时候 大家看到 我这边这个小东 这边这个产品这个星星已经开始点亮 那他就是导致我这个应用产品连接成功 然后呢 我就会把这个产品运营起来 而是简单运营起来之后 那大家看到 我们就把这已经全部付出在我们这个应用产品连上面去了 我们通常看完看到我们这个进程收入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进程已经起来了 我这边adm已经输出到我们就刚才这个 所以说是这就很简单 如果说你要调整程序直接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改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通过一键的后续的方式 就可以和我们直接把我们的程序部署在我们的应用产品连接工具 这就是用JRC去简单的部署 我们用产品连接工具的一个一个操作流程 大家是不是觉得是应该比较简单方便一些呢 那好 那这部分呢 刚才第二个科学生这些工具 我们已经介绍到先介绍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这个第二科学生应该是比较感兴趣 那第三部分就是说是 介绍一下QtLessence的一个技术方面我们有一个背的介绍 那我们主题是一个产品结构 和一个Lessence的一个 因为我们叫Qt是两个大的产品的 第一个就是一个面向应用开发的 第二个是面向一个 就是一个设计创建的一个产品 那这两个产品是有它的商业版的Lessence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这个图是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Qt对商业版的Lessence使用的 我们先回到这个 我们先回到这里吧 这是对应用程序的一个应用服务的一个提供 这是JRQ它所提供的一些服务 包括我们的虚拟键盘 包括IDRender 包括我们这个在线程度OK 然后包括FoodooQt 我们刚才说的JRQ工具 包括我们一些开发工具 包括Prayter 包括一些其他iPhone 包括一些Chat 一个DWOA这些3D的一个图表 跟一些机会模块 这些都是一个 这个产品都提供了一些服务 一些模块 刚才说的是产品 应该是比较简单 大家都比较了解 因为如果用到Qt的话 那我们重点是说 这个商业这个QtLessence 我们知道Qt它是有开源精神的 所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说是会有一个开营商业的两个东西存在 那商业的我就不多说商业才能夹到因为它是一个企业版的 所以说它对它是会 会向用户提供更多的一个商业级的一个应用 那开源这一块我想总共说一下 因为我们可能在座的可能用的开源比较多一些 或者也有商业用户可以关注一下开源东西 因为我们叫开源嘛 那它在老外对开源来讲 那刚才如果是说金融像金融开源人民 他们开始做开源就是说是 我希望我这个东西更加自由 对吧 我希望你们能希望这个最终用户能更加自由地用到我的软件 但是像我们这个开源人员 当然特别特别说 我相信大家用开源软件的时候 可能只是说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最好用 就是说 别人开发好 我今天哪里就可以用了 对不对 这就是开源精神所在 就是说你共享嘛 就是说我的好东西里面可以用 你的好东西我也可以用 对吧 这就是更加自由 更加开放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在开放的同时 自由是我觉得自由 在不仅在 就像您在这个社会中一样 对吧 人是有人身自由的 但您的自由 您的自由是 折虑的呢 对吧 这肯定不是折虑的 对吧 您不可能说是 自己的到处 就是说去破坏公路 去破坏公路 人的生命 当然自由是受到防律限制的 但这相当于软件一样 对吧 开源软件就自由软件呢 它在我们这个软件行业中呢 它也是受到一些限制的 比如说像我们 有些GPL学口 还有一些LGPL 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BSD 还有MIT 这些所有的 开源的一个 取口 对吧 就是说一个 license的一个限制 就是这些限制 就是说 它的一方面会 充分去保护我们 这些自由用户的 一个使用软件的自由度 但另一方面 也会 强制的 让您这个这种用户 在使用软件的同时 要尽到一个 一个义务吧 就是说 您有权利使用这个软件 但您 您也要已经付出 一个义务出来 就是说 如果说是 您只是享受 还不去付出 那可能会受到一定代价 我相信这一点 大家应该是 你比较可以理解的 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这个 人家社会公司 您可以享受到 这个社会的一些福利 对社会的情维 一些 特别好的权利 但是说是 您也有进 这方面的义务 在您身上 对不对 像开发转件一样 他说 对我们技术工程师来讲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是 我 我用开源软件不好 或者是 我必须用开商业软件 或者是说 商业软件能提供什么 软件开放人开放 就是说 开源软件提供不了什么 说明一点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 可以用这些东西 同时 要想到 我们不仅用的是一个 代码的 你可以用开放的一个代码 而且想到 我们在开放的 开放的许可上面 我们要 我们有一些 有什么的义务在里面 有一定什么的限制 但是这是不仅在我们 特别在我们 像这种分发式的一个 产品的开发过程中 我们要特别提供掉这种东西 而且不是说是 我开发完之后 就像举个例子 就是说 您在日日月月工作之后 我挣到了钱 是吧 某一天突然间 一个电信 电信诈骗说是 好 把您这个钱 全部给我全部诈骗回来 对吧 我想大家都是 就是说是 欲酷无力 就像在你 像当您的开发一个软件 你通过 日日月月的加班 是吧 开发出一个软件 整个团力的努力 开发出一个软件 然后突然有一天 有人说是 那好 您这个软件需要开放 用您用的是 配员的软件 那你会怎么办 对吧 相当于您的软件 我可以把您的软件 进行商店 可以模仿 对吧 可以销售 对吧 我可以跟你拼 拼成本 拼价格 因为我是不会 不会 虚非之力 可以拿到您的软件 对吧 而且 甚至说是 它可以投诉你 对吧 那这个 就是在开用软件 下面一个 对自由的一个 怎么说呢 可能说对自由的一个 没有责任的自由吧 就是说在自由的 自由经验上面去 更有一些人去利用 利用这个东西去 赚取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特别是G条 还要G条呢 就是说 可能我不知道大家 对于这个东西 有没有理解 但可能我的理解 不是够深 就是说 在这里给大家探讨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确实是说 特别那个广大不深 因为它是设计 太多太多了 当然QD在这块呢 也是因为 QD也是在 在各个实业体间中 各个模块 特别是QD这个模块 都有不同的 有一部分是 用的是G条 有的东西 有的部分是LG条 有的东西 特别是配员机 配员板 这块 比如说 它里面东西 也比较多 我相信如果大家对于 这块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具体能 经由了它的一个 设计 或者说 到我们QD官方网站 看一下我们 QD Lesson 的一个FIP 就是一个 版权的一个使用问答 这样想想大家对 QD的产品 的一个Lesson 会更加的一个深入认识 这样我们对我们 这个产品的开发过程中 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对我们产品以后的 上市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 对其中任何的使用 或者是法律 法律 法律 这个考虑的话 可以更加的一个认识 比如说对我们 这个产品的保护 这些产品的保护 会起到更好的作用 但如果说是 您只是在 在一个学校 或者研究机构 而是自己玩耳而已 就是说 但这个可以不用在乎 因为这个原因 是没有涉及到 什么商业利益的话 如果涉及到商业利益 我相信 在这一块 大家就有一个 细细思量 刚才提到我们 就说 开源版的一个 实际上有一个义务 那对于说是 QD来讲 因为我们知道 QD现在是 我相信大家 QD的一个 也就是一个变强 我相信大家 QD 对QD应该是 可能 知道的不多 因为QD 它在进入20年的发展过程中 也是在 各种 特别开源 各种这块 像GPL V2 V3 RGPL RGPL V2 RGPL V3 这些协议 都不同的版本 有不同的一个 加入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是 整体来说 如果是 GPL 或者RGPL 那可能我们做 自问开源版的话 可能做 有一些限制的一个桥款 或者说 在这里就说 想先说一下 在使用开源软件 需要一些注意的东西 或者说 尽量应该义务 不然的话 可能会有应该代价在里面 那当然 才能知道GPL 这个东西 可能是比较 我们可以说吧 可以严格说 它是比较 传言性比较强的 就是说 如果你用了GPL 的一个开源软件的话 那么说 只要您 用了它的一层代码 那在GPL的许多的 协议对付箱面去 您的所有的项目 都必须全部开放的代码 我相信 大家对GPL 可能是了解比较多一点 因为 许多开源版本 它是终于遵循GPL的 而且GPL GPL对这个东西 也其实 限制的比较严格 就是它期望 它期望我的 使用这样 遵循GPL许可的 一个软件的软件 可以让机构用户 尽量的 就是维护 机构用户的 它的一个 使用软件的 一个权利 就是说 那最终用户 就是说 能够完想看到 您的GPL 许可下的 一个软件的所有的代码 让最终用户 能够完想编译 您这个 所在GPL许可下的 软件 就是说 您开发的 我可以全部拿到 我开发的 您也可以全部拿到 使得共享生 更加的管阔 那后来就 在因为设计到后来 许多这个 用 开源软件 开发的一些商业软件的 一些公司来讲 可能说 有些 就是说 很不好用 这个开源软件 去 就是说 其实主要 这个开源软件的 一个发展 因为说 如果说 你说 很多东西都要开源 对我 本身的一个真正 是没办法保护的 这样 其实说 好多公司 就不愿意用到开源软件 因为自己开发 也不愿意去用开源软件 这样导致 它其实 开源的共享 这种其实是没有办法 像机会那种 原先的那种想法去执行 其实 所以后来又 升级到一个 LG票 LG票应该是一个 比较宽松式的一个机票 其实它还是 属于机票的一个 发展真理 就是说 通过LG票 LG票 它的全称就是 LaborG票 就是说 一个通过 在机票设计下 就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一个私有代码 但是说 您这个代码 可以用 可以用库的方式来 来封入 就是说 但这库 它经营出现 是最好的通缴库 但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在LG票设计下 就是说 您的软件 在发布之后 必须显著的 就是显示的 提供一个说明 就是 让用病人知道 就是说 您的软件 是将遵循LG票设计可 就是说 我是开源软件 但是我是遵循LG票设计可的 所以这样告诉动物 告诉动物说 我这个软件是开源的 但是说 您也要遵循LG票了 就是这个实验设可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如果您用到 如果您用到LG票的一个 一个软件的话 就像KOT 因为像KOT它现在是LG票V3 最新的版本 就是说 您可以把您的 您必须要 提供所用到的 全部的完整的原件码 包括您修编过的 这个QT的原件码 而且还要告诉用户 比如在您的网站上 提供一个 正式的一个链接 告诉用户 比如让用户立即可以下达的 这些原件码 而且告诉用户 如何 一个分明的告诉用户 如何获取这些资源 而不是说 您只是提供一个链接 把这个链接直到QT 关网上去 让QT从关网下来 这个是不允许的 就是说 其中用户是有权利知道 您对QT做了什么动作 对吧 您对QT有什么修改 对吧 让其中用户 可以通过 您提供了QT的库 去 进行程序 对吧 当然第三个就是 RGP允许您可以封闭您的代码 但是说 必须您的代码 这个东西 必须扣的形象成组 而不能说 在QT的换成之内 是不允许您用 证件链接分成代码 这样就代码了 那QA的部分 B7是开 全都开放出来 共享出来的 第四个就比较严重了 就是RGPV3的一个 进行 就是说是 把其中用户 就是说 他可以 就是说是 使用到一个 不同版本的QT 他才是使用到您的 您的一个 修改过的QT 而且他允许 非允许他 就说是 用了这个扁 或者扣之后 能够重新 练进到您的 用户重新 用户去 而且这个用户 在屏内上 而且可以执行 我相信大家 这个有没有理解到 就是说 这种用户 他可以使用 您的 他自己的QT裤 或者是说 用你的QT裤 可以重新练进到 您的程序 就意思是说 您的东西 对用户来讲完全的透明的 而且说是 您还必须要 听用这个 这个备用的工具 给用户 特别是 对相似产品来讲 您现在必须提供 这个支持编译的 完整编译工具件 让用户能够编译 能够编译它的 能够编译你的程序 而且能够 是这样 感动的执行 而且要保证 这个编完之后 这个东西 是能够执行的 不是说是 您只是 你可以去编 编译用户不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不符合 这个 这个 V3的一个 一个需求的 而且你要 提供这个 这个 分别文档 给用户 告诉用户 告诉你怎么办 告诉你怎么去编 这个都是 V3的一个 年格的一个 规定项目 知道吗 第五个 就是说是刚才我提到推理 它是在 并不说推理 所有的现在最新版本 所有的都是在 KTL GPLV3的 下面 许可下面 还有一些像推理差的 这个微信 然后 这些是GPLV3的 大家要留意GPLV3 GPL协议是个什么协议 大家可能 刚才我提到GPL 是一个比如传染性 比较强的协议 就是说您 用了GPL 应用一百万点 您的所有的 都要开放 大家可以 请你考虑一下 这个事情 就是说 想想这些 这些GPL协议 对我们 对我们这些 用开源版本的 用户的一个 一个 就是说 限制吧 比如刚才我提到 就是说 用户可能会 在很透明的 在这些方面下 就拿到您的产品 我相信这个 对这些羌肉行业 大家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说 对我们技术人来讲 但这里面 就是说 一个我们技术方面的 一个限制 当然对于法务方面 这个商务方面 还有一些更多的限制 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KDIO的FAP 就是一个Lessence 的FAP 但这里就不是说 这些开源版 就是说 没办法用 就是说 在我们行动中 要注意这些限制 就是说 今天进行考虑 就是说这个东西 对我们的产品 有更大的影响 那下面看看 我们这个 在那样硬硬 开发的时候 就有个专业和 移动中央量 它的一个商业许可 这个商业许可 我们看到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右边部分 这个两个小房子 可以看到 这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LGPLV2.1 一个是Permission 这个商业版 可以看到 这个绿色的 都是一个商业版的 许可 这个面向桌面的 帮我们说什么 当然 这一个 其中是一个 二边用的 我们二边用的 COME的一个密合 所以说 它是LGPLV2的 所以这个里面 留意一下 这LGPLV2的一个东西 当然面向 应用开发的商业许可 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商业版嘛 所以说 它是对用户来说 完全是维护用户的利益 就是说 完全是维护 相对产品公司的利益 就是说 它可以保证你的产品 在商业版的 商业程序内 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 不会受到任何的判断 和侵害的 就是说 您不会用商业版 用土地公司来保证 商业保证 这个版权的问题 但是 K原版 土地公司是 只能在 公形的LGPL 或者GPL的 还是LGPLV2 V2 V3的一个 账头下面 去维护您的利益 这个是面向应用开发的 K原设计卡 大家可以看到 比对一下 刚才一个商业设计卡的 一个区别 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深蓝色的 应该是一个LGPLV2的 刚才我们就提到 一个Running和 Cirapart的两个模块 这两个模块 是LGPLV2的 我相信大家 刚才我对LGPL的一个义务 和一个大体的一个总结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 在LGPL范图下 你可以要做的什么东西 你要你要见到什么义务 大家有一个事物了解 所以说 在行为的模块的过程中 可以创卡到这些 嗯 义务的那个条款吧 因为这些 我可能刚才我说的 还不是非常非常全 因为这个理论中 也特别特别多 所以说 如果大家可以 继续地去参考 我们出去官网 Lessence FQ 让大家在看完 这个东西之后 我会对这个东西 有更加的了解吧 那这个灰色的是LGPLV3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换一个许可 大家看到大部分的模块都是 因为QD现在 已经大部分模块都是在 KM大部分 LGPLV3的一个 一个许可下面去 当然有一些是 像GPLV2的 GPLV2 大家回想了 恰当 还要用QDRD Render DataVSolution 这个 当然包括我们出去 DVM2 这些所有的工具 这些所有工具都是GPLV2 GPLV2 大家可以 强调一下GPL的一个传染性 大家在使用这两个模块 是一个实际上注意自己的代码 你们有何的 就说您的工程里面 有没有用过这个模块吧 因为这个模块 大家可以留下自己的开放程度 大家可以自己的思量 然后就是一个GPL commercial的一个商业版的 所以商业版GPLV2 你肯定都用不到了 这个就不用 这个就不用多说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了 这是对于 应用开发 那就是内向桌面的一个 一个 Lesson的一个许可 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是讲的说 枪式什么 那下面我们就说 说一下 枪式前面它的一个区别 那首先是说商业许可 那商业许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这边也是有两个 一个是GPLV2 一个Commercial 那所以说是 对于商业版的 刚才我提到 商业版会尽全力的区别 是我们商业用户的一个权力 可以说是说对我们的所有的模块 大家看我们假设 这个所有的就 可以比较的 可是你设备充电 这些所有的模块 都是一个商业版权的 一个算数真理 所以它会尽量去 维护我们商业用户的权力 那外外应呢是 是一个他说的 他说的模块 所以在这一块 可能到时候会 进行我们这个销售人员 可能会做更好的解释 那设备充电 对开源的许可 开源的一个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右边呢 也是有那个 LGPLVR LGPLVR GPLVR Commersion 这些不同的一个 三个三个范畴 所以说是 首先这个LGPLVR GPLVR 它有点灰色部分 就是我们 像我们的基础模块 或者是D&D 这些都可能是 GPLVR 还有LGPLVR V3的那个 许可范畴 那GPLVR 还是刚才说到 像一个恰牌 还有一些 GPLVR 兔子 都我们 刚才今年所说的 有些 就是Kibot Anny Render 对吧 这都是GPLVR V3的一个 范畴之内 所以说GPLVR GPLVR 大家的心理 全都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说这个东西 是传言性比较强的 在新增的模块 的功能里 大家可以肯定 所以说 现在自己的将来的产品 它的一个开放程度 去取得最多用户 他会不会拿这个东西 去做一个协调的一个用途 我相信大家对心 都会有数 对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 掀绿色的 就是商业版的东西 所以说在开源版里面 其实是用不到 当然说商业版会 就是没有办法去 去完全保护这种 开源版的用户的权益 所以说 使用开源版的情况下 所以说就是我们用户自身 自己的去 在这个谁的许可的 放入车之内 去保护自己的命运 刚才提到我们去的 来什么的一个变迁 就是说 KT可能是说 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说经济了 也其实不少的 一个来什么的变迁 这也是在 在开源这个经济下面 随着这个 这个客源的一个 这个协议也不断变迁 不断变迁吧 所以在一点点 二点的时候 我们就不多说 因为这可能现在 用的比较少 所以说KT三个 4.5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 在KT三个4.5 KT4.5 在这里 主要是用GP2 GP2V2 GP4.10以下明确 在这里面 您可以进行GP2 可以用定义的成绩 即使GP2还是GP2V2 但GP2都无所谓了 反正说 你使用了 你都要开源嘛 对吧 这个东西是 已经定义好了 这个咱们没有办法 你说KT4.6的5.3 这是GP2 2.1的一个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使用固导方式去使用 KT的 那在KT5.4 这个阶段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在KT5.4的时候 所以整体情绪 基本上所有盟友 加入了GP2V3 这个版本下 当然包括 其实进入一些GP2V2.1的 这些区域范围 所以说 在这里面 其实说 大家可能有疑问说 有V2和V3 那我到底是 我的版本 我的软件版本是V2还是V3呢 那这个其实有个定义 就是说 您可以 您可以自行定义去说 如果说 你用的是5.45.6的话 那它的 就可以 你可以自己进入 我的软件是 所以V2还是V3 都是您的一个设计的 一个 或者说 一个市场定位吧 那在5.7到 你知道后面 明年的5.8 都是GP2V3 所以说 基本上是没有GP2V2的 一个 一个 这个许可的存在了 所以说 是 这里也是在 不断的 是把这个 开源的许可 就是说 是和那个 经营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许可协议 相统一起来 那其实 这个 区域里面 其实是包含了许多 其实不仅是GP2 和RD 这些开放的许可协议 包括在 KCAN上 包括很多的一些 包括DSD 包括MIT 包括Apaq 这些 所有的 开放许可协议都有 如果说您想了解 各个 我们出去的 所有的模块的话 它的 每个模块 就是详细的一个 开源Lessence 一个建设 可以参考一下 你们这个网站 Lessence A-TN2 这个网站里面 是对 业务的 每个模块 它说 它必须要 在哪个许可协议之内 所以 看完这个之后 可能会对Q6 它的模块里面 在哪个不同的开放许可 所以说 会有更加的一个 深入 在实贡中 有更加的一个注意 所以说 我们不用开了 只能是说 自身的去 去自身 去 为何自身的利益 这个Q6公司 什么有办法去 用去商业 所以说 有商业这种 要开源做什么 所以说 这个是由不同的 一个对待 所以说 是我们自身的去 维护我们自身的利益 那这个总结一下 我们就是说 这两个不同的产品 它的对 说是商业版 和科研版 在基本上 就不要这样 它的一个商务的 就是它的一个 模块的一个 一个框架 那首先我们上 是一面量装面的话 是基础模块 和一些那个 i-down的产品 那它是属于 LGBLV3的 就是属于 有开源的一个 适可 那对一些 我们一些Q6 这些图 像QD Creator 我觉得是 PuPo的 这个图 还有一些 那个 新的一个QDA 还有一个 chart 这就是GPLV3的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模块的 一个框架图 现在大家有一定的认识 对于承识 那对于承识版本 对于生意版本 当然它是对 我们的所有的QD 产品都是 一个支持的情况 所以都是一个 报名的情况 对于承识的 和客人版本 是这个区别 是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承识的 它的保护的一个 可能是还更强的 那第二 可选和 嗯 它的产品 这个这个许可 这个框架图 是一样的 当然 对于承识里面 可能是会多了一些 多的POT 或者是OT 这个两个 有一个 千万事工具的 一个建议 但这个工具都是 一些商业版的 而不属于这个 开源版 所以说 在承识 在承识里面 商业版会 包括内容 会更多一些 那我们通过一个 更加详细的总结吧 那所以说 对于我们开放 这个角度来讲 首先 说一下 这个在DPL一下 那我们刚才 刚才讲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代码和DPL 如果有相互交汇的地方的话 那需要通行DPL 许可就是 要开放您的 全的代码 这个是DPL的一个 三约性的扫带吧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 第二个就是一个 LGPL的情况 我们知道LGPL 是可以用 新年复取 人间的运行 您可以就是说 允许您有自己的 封闭您的四个代码 但是说的是 强调的是 在QD这块是 要强调 您必须用 动电库的方向 取决于 而不应用 静电库的方向 封离 保证用户 能够看到 QD的部分 使用QD的部分 是不需去开放的 第三部分就是一个 商业板 当然商业板 它会允许您 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整个项目功能 全都封离起来 这个是你包括 动电链接 或者是动电链接 或者是动电链接 包括QD部分 当然是商业板 另外是商业板 它会对说是 它的伴者物更大 因为它是 开源板是有一个 差别的区分的 所以说 讲到这里就是说是 我们在用开源的时候 并不说我们只是说 经常有客户用力 就是说客业和商业的区别在哪里 其实有时候 嗯 这个 不好解释 就是说 想QD它是有开源板 大家都知道 但客业的话 它也是自己的客业精神的 它不仅仅开放它的 算是透达 而且 讲来自然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 嗯 我们这些开发人 可能会说 不太重视 就是说是觉得这个 无所谓 我就把产品开发 后面完成就可以了 所以生物的话 那上市再说的 其实说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 其实对我们产品 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隐患 假如我们的产品杀势之后 对吧 那某些国法分子 他就拿到这个 特定的这个协议的想 就是说 那你的产品杀势 对吧 我可以用更低的去 更低的技术 去复制你的产品 对吧 你也 你也无话可思 因为我们是在 同一个开放协议下 人群 我有权力去这么做 你有义务 求我这个东西 对不对 而且又甚至的话 他们可能会作为一个 正义的去投诉你 对吧 这样不仅是我们 产品被删断了 而且我们这个 所以技术也被流失了 对吧 而且受到法律的 有个问题 这样其实对我们 使用开研板 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说是 通过上述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吧 就是说 我们应该使用开研 谁应该会心里有数 对说 在这些情况中 会考虑到哪些因素 就是说 我们的产品以后 在面试的时候 会有哪些 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这些 知识产生保护方面 有一些问题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通过来 会 使用思考的话 有些这些 这些 这些那个 许可 许可 的问题 比如说 如果一定要使用商业板 或者说 开研无法用 那说 还是跟你们市场的 产品的一个市场定位 假如说 你无所谓 你是在商店的 反正我又 我就遵循我这个 这个开研学义 这个看您的定位如何了 那 其实在Lesson的这一块 这是今天从技术方面来考验 其实在商务方面 其实更多的一个 我觉得如果大家感谢你 可以自行那个 嗯 自行一下 或者看见我们官方的 Lesson的FPU 或者自行我们的 手术人员 他们会有对 你更好的一个 讲解 这个 Lesson的这一块问题 那好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讲解先到这里 今天也是非常高兴 和那个Toyotex 一起举办这个 联合的一个研讨会 那也希望大家以后 有没有参加我们 那个下个月的一个 氧气的web 那吧 好 那今天好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那个 进行一个 在线的一个留言 我们会有专业的 计则人给你回答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Toyotex的青海 谢谢 到今天来参加 这个研讨会谈 各位朋友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